白天她是社恐工作狂 晚上她是火辣肚皮女王 快笨似的她至今母胎单身 没有男友和朋友 只有一个爱好 跳肚皮舞 20岁小姑娘打卡 网红餐厅 她却已经过起了 躺平攒钱养老生活 当年轻同事议论她可悲时 朱里却发现了 她的气质脱俗 朱里是公司里 最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 凭借嘴甜如蜜 和叫好的容颜 犯了错总能让上司 网开一面 连一派对上 男人们忽悠着女生们 写下对结婚对象的要求 很明显 男人们都喜欢朱里 这样不物质的女生 其实这场联谊的目的 是为生也寻找结婚对象 可她从头到尾 一直板着脸 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她认为 这些女孩子都不够正经 正当生也要离开时 他们看到了一旁的朱里 小西刚想解释什么 朱里却像往常一样 露出了她的招牌笑容 回到家的朱里 感觉有些疲惫 但想起对结婚对象的要求 男人の前で本音なんか 書くわけないし 她还是拿起笔 写下了真实要求 总的来说 她的要求很普通 只要长得不令人作呕 收入还行 能交流就好 但就是这么普通 她都觉得好难 她没想要多么的幸福 她只是想规避不幸就好 这天 朱里来到一家火爆的 波斯餐厅吃饭 意外的是 餐厅还有免费的 杜皮舞表演 杜皮舞演员一边奋力地卖弄风情 男人们一边慷慨地自掏腰包 朱里不禁心想 自己是不是也很轻浮呢 毕竟她一天到晚地参加联谊 故意地讨好男生 还让男性朋友留宿 虽然她真的没有瞎玩 正当她脑壳疼时 一个红衣女人 瞬间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羡慕女人 毫不在意周围目光 自意潇洒的样子 渐渐地 她迷失在女人窑窦的身姿里 没错 这个红衣女人就是田中 当她看见面前的女人 是同事朱里时 吓得大惊失色 生怕被朱里认出来 当听到朱里夸她五跳的好 还问她是不是外国人时 田中才松了一口气 老板提议让他们边喝边聊 但朱里彻底变成了她的迷妹 说以后 一定还会来看她的演出 来到公司 田中一听到朱里的声音 吓得连忙躲到了桌下 女人第一次与男同事约会 却发现这个男人太自恋了 他们路过一家女装店 男人说这条短裙很适合她 女人却说自己已经23了 这个更适合18岁的小姑娘 听到这个男人忍不住吐槽 前阵子遇到的一个女人 背面是超短裙大长腿美女 正面却是个面黄肌瘦老阿姨 终于女人受不了了 读出了同事发来的短信 小西感到很吃挫败 毕竟这么多姑娘里 朱里才是她的菜 生爷让她下次给她介绍点靠谱的姑娘 小西不能理解怎么个靠谱吧 生爷买菜时 遇到了同样买菜的田中 他们刚好要拿同一盒鸡肉 也是仅剩的唯一一盒 在得知田中要做波斯红石榴鸡菜 他果断地把鸡肉让给了田中 田中顺便告诉他 鸡蛋要周三买最便宜 生爷奇了怪了 不是周四吗 在交谈中发现 两人都是极简主义 生爷也想要试试 他这道波斯菜 田中给他推荐了一家波斯餐厅 公司里田中和朱里 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朱里的出现 总能让田中抛弃工作 落荒而逃 渐渐地 朱里发现了他的奇怪 跟着田中来到了更衣室 朱里惊讶地发现 眼前女人的身影 竟然与偶像完美重合 这不就是自己的偶像萨莉吗 见自己的秘密暴露 田中来到餐厅 想要辞职 他认为别人知道了 是自己这样的人在跳舞 一定会觉得很恶心吧 没想到这时朱里 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她吓得躲在角落里 朱里温柔地告诉她 她真的是太洒太美了 自己一定会替她保守秘密的 从那以后 每一次田中的演出 总有朱里的身影 朱里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她的头号女粉丝 这天 朋友静吴生气地找到朱里 问她为什么已读不回 难道找了一个 占有意极强的男友吗 朱里生气地告诉她 三年前 他们已经不再是朋友 她一直都知道 静吴在玩弄的 一直知道她的狡猾 只是自己一直不想面对 想起过去的一切 朱里忍不住哭了 田中也看出了她的不对劲 演出结束了 朱里一直跟着她 她劝朱里 不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我没有任何人 我普通的欲望 我还在就职活活动 她认为自己活着像个笨蛋 一直以来 田中只知道埋头上学 考证 工作 当她意识到的时候 活背已经非常严重了 明明只有35岁 却看起来像个老太婆 所以她想重新挺起胸膛 挺直几倍 因此学了肚皮舞 朱里突然感觉云开见天 她也想稍微地脱离场轨试试 上班时她是别人眼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下班后却换装成火辣肚皮女王 这一秘密被同事朱里发现 鸟变忠实小迷妹 只因为教练说她长了奇怪的肌肉 她就把自己裹成粽子 同事们都觉得她是个怪人 只有朱里觉得她超凡脱俗 男人一进餐厅 就看到了朋友钟情的那个打里打气的女生 朱里说自己经常来看肚皮舞 最近还报了班学习 不然肚皮女王向她走来 男人一脸懵逼 我认识你妈我 美泽淳 早速来来吃 她这才认出来女人 就是之前推荐自己来吃波斯菜的人 看着男人如此欠揍的样子 一旁的朱里气得要打 男人见气氛有点紧张 饭也不吃了 就离开餐厅 被侮辱的田中丝毫不在乎 反而一旁的朱里气得牙痒痒 追求朱里的小夕发来消息 贵球再给她一次机会 一想到 她是那个可恶男人的朋友 小夕说 大家伙在发表女性 没礼貌言论方面 一直就是个天才 朱里临机一动 刻地约小夕出来见面 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问生爷有什么弱点 小夕告诉她弱点倒没有 但她很容易喜欢上别人 朱里激动地问 她喜欢什么类型 小夕为爱不惜插朋友一刀 发消息给生爷 说要给她介绍女生 果然不出所料 女生无论外表还是言行 都郑重把心 女孩介绍自己爱跳传统舞蹈 喜欢朗诵诗歌 看着生爷上套了 旁边两人的嘴都人歪了 这时生爷突然觉得奇了怪了 如此完美的白白小姐 怎么会和朱里是朋友呢 临走时 生爷主动买了单 还特地表示想看白白表演 朋友知道朱里 把白白介绍给生爷了 直呼她要倒霉了 舞蹈课结束 朱里因为跟不上节奏而苦恼 但一抬头 就看到了沉浸时练习的偶像 她激动地跑过去说 明明你这么厉害 还这么努力 田中说 毕竟我不年轻了 不只是体力 连记忆力都在逐年下降 不过今天田中要提前离开 去和三好先生讨讨论曲子 来到餐厅 朱里惊讶地发现 小西竟追来了这里 小西替生爷向田中道歉 田中却表示自己并不在意 从小西口中得知 白白贫血晕倒了 生夜连忙赶去了医院 没想到她被男人认出来 头号粉丝气得牙痒痒 势必要整治男人 于是串通她的好友 给她介绍了个妹子白白 白白不小心病了 男人前去探望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白白病床旁围着一圈男人 都争抢着说是她的老公 小西说朱莉复仇失败了 田中这才知道朱莉为了她 介绍花心朋友给生爷 这时小西突然发现老板手里的 正是生爷丢失的笔 于是想起来一个关于生爷的弱点 两年前 生爷喜欢上同部门的一个妹子石花 妹子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的贼心思 可她却迟迟不出击 妹子急了 于是在情人节那天送了她一个礼物 她激动地冲进厕所一看究竟 从那以后 两人就在一起了 生爷对石花死心塌地 甚至带她回家商量结婚 但不知道为什么生爷就被甩了 突然有一天石花宣布离职结婚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 公司里除了生意 还有好几个受害者 一气之下 生爷把渣女送的笔扔进了臭水沟 可一周后 这支笔又出现在了她的口袋 从那以后 生爷对女性的看法就有些扭曲 听了这些以后 朱莉觉得自己失算了 如果早点知道这些 绝对能给她致命一击 她认为生爷被渣女伤害 与她和田中小姐没有半毛钱关系 回家的路上 朱莉短凯自己从来没有被人真心喜欢过 生爷又一次遇到了田中 他对之前的言语不当表示抱歉 田中却说 你不完全错 人到三十 生活方式会写在脸上 众说纷纭很正常 我这辈子 与人打交道不多 对你的想法和意见很感兴趣 生爷不明白她跳什么舞不好 为什么非要跳肚皮舞 传统舞更符合她的气质 田中想了想说 因为这种舞众说纷纭没有定说 有人说她性感惨类 有人说她追寻自由不宪类 正因为没有正确答案而迷茫 所以只能自己寻找的份答案 自分の頭で考えて選んだ決断 誰に何を言われても揺るが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私は自分の頭で考えて 自分の足を地にしっかりつけていきたかった 他者の意見を跳ねのけて 強くありたいか 全てを内包して 弱く共存したいのか まだ模索している最中です 未熟なので 临走时田中告诉她 她的比赛波斯餐厅 要的话就去取一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でもなんで僕の では 朱莉看田中小姐排练 正好遇到了三好先生 她发现了个了不得的秘密 田中小姐竟然喜欢三好先生 排练结束后 朱莉邀请田中一起吃饭 她却拒绝了 私なんかと交差しても きっとつまらないと思うので それは私が決めることです 私のようなものが ここにいて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え 全然大丈夫ですよ これが噂のパンケーキですね え 初めて見ました インスタ映ってやつですね それも古いです 田中还告诉她 自己養的老鼠 叫真碧君 出自喜欢的漫画 多力借机说三好先生 是已婚人士 大丈夫です 分かってますから 原本的田中 由于驼背 便袭肚皮舞 慢慢的女人味也就出来了 虽然三好先生的话 是无心之举 但这也是她以后改变的契机 她说 我从没想过和她怎样 反正那是无法实现的梦 临走时 田中表示 第一次有人为我出头 我真的很开心 深夜来餐厅拿笔 顺便吃了红石榴 核桃炖鸡 正解がないから迷うんです 自分がこうありたい正解 自分で選び取るしかない 她是性感火辣的舞蹈女王 也是别人眼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这天她又巧遇了那个男人 又看上了同意和肌肉 女人说 上次你让给了我 这次我让你 女人看出来她的心思 提议把肉对半分 就这样 男人跟着她 来到了她的家 不过只是在门外 等她把肉分出来 声也不明白真臂是什么 田中认为肯定是自己忘了关窗 她才跑了出去 田中刚想说猫和老鼠好像不一样 生也已经跑了出去 生也回来问她找到没有 她却以心如死灰 认为真臂早已下了野猫的肚 这时一旁的花盆里发出了动静 原来真臂一直在家里 生也好奇田中要做的罗勒鸡肉饭 于是留下来一起做 天中听到生爷 把猫养到了20岁寿宗正寝 十分的佩服 很快两人就喝断片了 神父が心脑のためだけに披露する 習わしがあるそうです 天下のためだけに踊る それもすごくロマンティックだと思います 王様 神父的準備が整いました 完成了 我生子的结婚相手 真面目的 誠实力的 家庭的 真正的 生と舐し子 じゃない 絶対嫌だから 那 那 那 口中 都是这样的 初恋 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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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一觉醒来 却发现身旁多了一个女人 她急急忙忙地落荒而逃 深夜说田中小姐勤劳聪明 亲切谦虚温柔善良 我很尊敬她 田中很快找回了记忆 她还感觉肚子有点痛 于是往上一顿搜索 小迷妹朱里来到舞蹈班 发现田中小姐竟然没有来 这是田中第一次缺席 所以她有些担心 田中先生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 朱里安慰她不要害怕 然后告诉她哪里痛 朱里打包票说 我觉得99%无事发生 因为不可能第一次身体 没有感觉的 朱里说这可不是小事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方寸大乱很正常 朱里告诉她 自己也曾经遇到过这种事 所以从那以后 不会和不信任的人一起喝酒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她又想起了更多的细节 她开始害怕与生也的下次见面 一次意外 不小心与男人睡到了一张床上 不料却遭到了嫌弃 她非但没有找男人父子 反而认为没有男人会碰她这样的女人 还自责自己摸了男人 她给男人发去了email 感谢她帮助自己寻找真病 同时也对给她造成的困扰深胆抱歉 男人感到有些愧疚 这时 偶友告诉她 田中小姐有个演出 朱莉不在 这是个机会 看着喜欢的男人摸了别的女人的头 她心里有些难受 她告诉朱莉 男人接近你就是单纯的喜欢你 朱莉没能来看她的演出 田中有些想她 声野约田中出去聊话 不料一出门 她就立马向她道歉 声野发誓 我没有动你一根指头 她告诉田中 这次看你的舞蹈 有种境遇的美感 一定是你的内心很美丽 田中说 我很开心 第一次有男人说我美丽 她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说自己最近有些敏感 然后飞奔着离开了 朱莉来看好友作品展出 不料却看到了 最不想看见的人静吴 她慌张地逃到餐厅 却发现田中小姐不在 三好先生说 田中最近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今天演出时 还和一个男人见了面 田中告诉朱莉 自己对三好先生 有了不应该有的期待 今天不小心 在生眼面前哭诉了 好难堪 好在还能在 喜欢的人面前跳舞 她也看出了朱莉有心事 也想帮上忙 朱莉告诉她 她之前醉酒后 睡过的男性朋友 叫静吴 从那以后 她俩成为了朋友 一次 她的朋友被几个男人困住 她打电话向静吴求救 我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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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男人 我会去 我会去 静吴告诉她 以后如果实在要喝 就去她打工的店里 二秒で行けるから 多分 すごく好きだった なのに 酔っ払って関係を持った朝 謝られました 友達なのに こんなことしてごめん 二度と触れたりしないか 本当 最悪 田中 田中 不会哄人 他抖抖嗖嗖的拿香草茶给朱里 说喝了这会冷静些 田中 不知道 这种时候 该怎么帮她 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朱里说 好久没和人诉说苦水了 真的好多了 朱里开心地找到田中说 我正在积极寻找 享受肚皮舞的方法 那天 他不小心与男人睡到了一起 却没想要男人对他负责 不料男人找到了他演出的餐厅 发誓自己什么都没有干 女人想到喜欢的男人也是这样 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女人 心里有些难受 于是说了些奇怪的话 却让男人误会了 以为他喜欢上了自己 男人把田中喜欢自己的事情 告诉好友 好友建议他俩 直接交往 男人却觉得不行 好友问他到底犹豫什么 生也说 我并没有完全确定他的心意 万一伤害到他 这时 小夕告诉他田中的演出突然宣告终止了 生也跑去餐厅 得知田中小姐得了四十肩 朱里知道田中不能跳舞的事 心里很难受 朋友告诉他 靳吴曾经伤过肩 可是他早就决定彻底断了这段孽缘 生也来到田中家门口 带了一些自己做的饭菜 他说成品菜对节俭不利 对身体也不好 田中推开门 拎起袋子 发现里面有一张诊所的名片 他追了上去 这才得知生也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得了四十肩了 靳吴发来了短信 朱里本不想招惹他 但想到了田中的病 于是主动邀请靳吴出来见面 他对靳吴说自己的朋友 隔了四十肩 这时小夕发来消息 电话里 小夕飞说朱里曾约他吃饭 朱里无奈只好答应见面 靳吴说 看来你还没有完全信任他 因为你还在挑安全的地方喝酒 临走时 朱里说 我决定以后不再和你单独喝酒 他说 他说 我没法再和你做朋友了 靳吴却说 因为你已经找到了 下一个精神祭坡的对象了 田中さんがキラキラしてない 不安になるんでしょ それも依存じゃね 自分のメンタル他人に打のと 確かに そうなのか 田中去了生野推荐的诊所 感觉好了很多 今夜またお惣菜を作って お届けに上がります 何かリクエストありますか 田中さんがまたステージで踊る姿を 早く見たいので 全面協力いたします 晚上 生野又来送餐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田中突然想到 要把上次的食盒还给他 大丈夫ですか 生野主動提出 要帮田中打扫房屋 他们一起洗碗 一起聊天 田中说 你未来的太太很幸运 你这样的男人并不多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呢 家庭的料理上手 健康家 健康家 しっかりしてて 男人遊びしてなくて 誰にも公平 気がまず優しい 田中很奇怪 你都这么会做家务了 为什么还要要求女人 他说 家里都是妈妈做家务 自己本来也不会 因为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为了便利才学的 但是一回到家 上一个女友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 才和自己分了手 お母さん 家政婦みたいだったね 临走时 田中说 我一直羡慕朱里 有很多男性朋友 でも 今の私だから 異性との友人関係が 成立す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な なんて おばさんも 悪い言葉ばかりじゃないですね ん? お友達 朱里知道田中的肩膀快好了 很开心 田中却张口 花旦生野人很好 介绍好的诊所给他 还给他送餐 做家务 田中さんがキラキラしてないと 不安になるんでしょ それも依存じゃね 先生 私 老师觉得有些微时尚的 朱里却请求老师 每日 对他进行特训 絶対見に行きます 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はい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至今母胎 单身的40岁女人 暗地里 却是个超级性感的肚皮舞王 男人误以为女人 喜欢上了自己 真可憐 私 私たちが好き 私たちが好き 田中さんは年上で 前脚刚嫌弃完女人 後脚听说她病了 就屁颠颠地跑去 送爱心晚餐 吃完还给女人洗碗 不仅如此 还给女人介绍了 好的诊所治病 很快 女人的40岁 好得差不多了 小明妹开心不已 却听到女神句句 都在夸赞 那个可恶的男人声野 心里十分的不安 先生 老师认为她为时尚早 她竟要求老师每日 对她进行特训 尽管朱莉 非常地积极 不过她的动作 仍让老师头疼不已 小夕一听说 朱莉将要演出 十分的兴奋 厚い目で見るんだよ 小明氏 あかりちゃん かわいい きれいな あのショートボバ この動きは面白くない いやでもめっちゃかわいいわ 这是朱莉第一次登台表演 她跳得超级开心 她第一次觉得跳度皮舞 是这么的自由 突然 朱莉看到了角落里的镜头 吓得愣在原地 她一下子忘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手忙脚乱时 她不小心一个撬吞 把隔壁的妹子撞倒了 演出结束 朱莉有些懊恼 田中安慰她说 我第一次表演时 也因为紧张无比僵硬 那是我也觉得很丢脸 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肚皮舞 最高 すっごくきれいだった 次は絶対 もっともっと早くなる 她说 你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现在的你比上班的你 更有魅力 超市里 田中对生也说 希望朱莉不要变得害怕 在人前跳舞 田中说 不是所有的人学跳舞 都是为了成为艺术家 只要快乐就好 我会一直跳下去的 她突然想到 要还生也滴滴滴 于是生也来到她的家 顺便喝了杯茶 生也问 你喜欢的人 是比你大 还是比你小啊 生也说 年纪这么大还不结婚的 多少自身有很多毛病 生也连忙解释 我不是说你 我是担心你 田中说 她已经结婚了 所以没关系 不理 不理 田中说 没事的 我和三好先生 根本不可能 不会发展成那样 他说 怎么偏偏是他 他都有家事了 还乱聊女性 太不检点了 生也直说 三好先生不适合他 田中说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亲切友好的人 但你这么说三好先生 真的很讨厌 田中来到舞蹈班 朱莉一眼看出了 她的心事 问她怎么了 不管朱莉怎么问 她就是不肯说 田中说 男人瞧不起 我很正常 对我粗儒也罢 他们把我当死误 我就像死误那样 回应就好 一直以来 我从没有大动肝火过 胆小自卑的大龄圣女 因为驼背 学起了肚皮舞 没想到却遭来了嫌弃 本以为不会再有交集 谁知道男人误会他喜欢自己 得知他生病 特地天天跑去送爱心饭菜 得知他喜欢的人 是那个中央空调 是那个中央空调 因为男人误毁了自己喜欢的人 他又生气又难过 却被小迷妹误以为 男人已经侵入了他的心 于是他主动约男人出来见面 他的消息都发出去一周了 生爷那边还是显示未独 他严重怀疑自己被拉黑了 生爷给田中发去了道歉信 可田中意志不回 他开始怀疑自己说话 是不是真的过分 小西告诉他 在田中小姐心里 比起36岁神经大条跌位重女 48岁会讨女性欢欣的已婚渣男 更有魅力 生爷决定去看看 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 谁知道屁股还没有做热 他就看见三好先生不费吹灰之力 只要随便笑笑 就能讨得女孩子欢欣 他都傻眼了 田中和朱里来到餐厅 看到了和三好先生一起打鼓的声音 朱里一时气不打鼓 这混蛋怎么在这 生爷走到田中身旁 为自己之前说过的话道歉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和人好好打交道 这次他想好好了解三好先生 田中告诉他 学悲撞鼓很难 手掌会变红 一旁的朱里心想 田中小姐竟然能改变那么讨人厌的声音 他到底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 都没有人为我努力改变过 练习完的声音 眼神止不住地看向三好先生 这时田中小姐来了 三好先生邀请他去松布演出 正好那里是他的家乡 可田中却没有什么信心 三好说 当然可以 再叫上朱里 小西 毕想到田中小姐在这里出生长大 朱里就高兴地按捺不住 来到目的地 他们发现田中小姐紧张的直哆嗦 这次连三好之力也不管用了 田中的爸妈也来这里看女儿演出 田中告诉他们 今天我可能跳不好了 一听说他们都是女儿的好友 田中的爸妈高兴极了 一向是孔的女儿也有朋友了 只因为驼奔 他就跳起了肚皮舞 因为拒绝不了喜欢的男人 只好答应参加演出 看着比她漂亮 还跳得比她好的女人 还有些自卑 他安慰自己 表演结束 田中爸妈邀请朋友们来家吃饭 还让他们今晚住下 伯母带朱莉看田中的幼石相册 突然掉出来一个本子 田中激动地扑了上去 原来这是田中画的 与暗恋的人在一起的漫画 不过因为想象不出来后面的情景 就没有再画了 生也来到厨房 要帮伯母洗碗 后面走来的朱莉 瞬间感觉到了危机 她也请求帮伯母做些什么 田中对生也说 我总没法对三好先生说不 朱莉说 我总是很识时误 我总是迎合周围的气氛 即使不想笑也能笑得出来 我缺乏的就是田中小姐那种纯粹的笑 小西说 你的笑容混合着小小的谎言 和小小的温柔 我很喜欢 在他们无限接近时 田中小姐突然冒了出来 晚上 朱莉感谢田中的及时出现 不然她差点就被那种气氛魅惑 天中受三好先生邀请 去为Mitty老师加油打气 看着三好先生的双手 她忍不住幻想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 虽然在三好先生身边 田中总是能感觉到恋爱的滋味 但她明白他们没有结局 一出门 三好先生就看到了她的女神爱子老师 也是年过花甲 把田中的自信打击到一点都不剩的人 原来当初 是爱子老师把三好先生带入肚皮舞圈子的 回家的路上 田中说 爱子老师提债过分的要求 三好先生都会高兴接受 田中让朱莉去看看爱子的社交网站 真是个完美的人 朱莉说 虽然声也有点痴人说梦 但这全部的全部都说明你很有魅力 人有时会对喜欢之人 轻而易举地打碎自信 但要记住 喜欢的男人 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还有工作家人朋友 所以不管失败多少次 都要重新抬头挺胸 女人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 却发现同事在背后议论着什么 当她刚坐到工位上 两名同事就走了过来 问手机上的女人是不是她 她吓得不顾一切 落荒而逃 谁知道 不管她走到哪里 都有人在嘲笑的 侯浩迷媚朱莉 自然也听到了些闲言碎语 就在几天前 女人遇到了把她的自信 碾压到一点都不剩的人 爱子老师 爱子虽然黏过花甲 但舞姿非常耀眼 只有见过她跳舞的人才知道 吸引人的不是年轻 也不是美丽 而是能量 田中知道 爱子老师是她无法企及的 但她还是希望 自己有朝一日 能够达到她的境界 田中给爱子老师倒了杯水 就在此时 爱子老师突然更大了双眼 她认出了田中 就是之前总给她倒水的姑娘 因为田中没化妆 所以她才没有认得出来 爱子对田中印象深刻 因为那时田中 第一次上台演出 整个人都这样了 但还是有在面对自己的内心 当时她就知道 她绝对可以成为 优秀的表演者 当即她就表示 要和田中一起跳舞 就这样 田中庄也没有化 就被拉上了舞台 田中出乎意料发挥得很好 甚至风头 快盖过了爱子老师 爱子老师看出了田中喜欢三好 因为只要她一站到三好面前 就会变得性感起来 可三好是个麻烦的人 爱子建议她把购不到的男人放一遍 爱子建议她把购不到的男人放一遍 先尝试身边就有的男人 对 努力展示 看我来找我 朱莉听到公司里的闲言碎语后 心里烦得不行 三好先生他们也替田中担心 生也认为朱莉总是想要过度保护田中 在他心里田中不是那种会永远隐藏自己小心生活的人 他相信他有能力解决问题 肚皮舞者身份暴露的第二天 他又得了那个只要一紧张就肚子痛的病 但只要他假装身边没有人 肚子就不再疼了 尽管他努力控制了 但这次他总是忍不出去想 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去公司 田中没有来公司 大家变本加厉的谈论他 朱莉终于受不了了 让他们好好瞪大眼睛看看 为了让他们心服口服 朱莉以身示范 告诉他们这些动作实际上超难的 他告诉大家 田中小姐真的超级努力超级优秀 他是特别伟大的一名肚皮舞者 女人不敢上班 只因为他跳肚皮舞的事情 被同时发现了 他开始窝在家里不出门 这时男人发了消息 说把一些喜剧电影 放在了他家门口 田中追了上去 他不能理解他还有朱莉 为什么会对他这样的人这么好 生也说 如果你真的被孤立了 那就是你自己的疏忽 说明白点 就是宣传不足 如果大家真的了解你 一定会喜欢你的 如果你觉得现在不被大家喜欢 那是因为你没有展示自己 在生也的心里 田中就是一部隐藏的佳作 不过这佳作角色老气 片名太多 宣传太烂 虽然生也说话有些难听 但他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田中回到公司 朱莉高兴极了 田中告诉他 自己已经没事了 小夕送了朱莉最喜欢的风唇叶 朱莉感觉到内心有些动摇 她打电话给朋友 朋友却告诉他别再被骗了 今天的表演 田中会压轴灯台 伴随着门一打开 他吓得连忙缩了起来 原来身后的几人是他的同事 因为紧张 他的肚子又疼了起来 快到田中表演了 老师急了不行 老师觉得来不及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向观众道歉 就在大家以为没救时 突然响起了一阵拍骨声 朱莉这时感到 看到生野的地域循环十分不及 原来他想要在田中出场前 先去救场 老师头都大了 一定得派个人上台表演 可听到这种死亡伴奏 谁还有勇气上啊 就在大家以为没有办法时 三好及时出现 带着生野一点点进入了节奏 演出结束后 田中为自己的缺席感到抱歉 朱莉赶了过来告诉他 原来同事们过来 是特地想看看 那个帅气的田中小姐 田中追了过去 田中说 今天肚子疼没能出演 真的不好意思 之后的表演 请你们一定要来看 小夕对朱莉说 我也想学个乐器 可不能被生野这家伙反超 走到家门口的朱莉 突然看到了静吾 他吓得连忙收回了牵着的手 然后质问静吾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静吾让朱莉帮他把东西拿下来 他在底下等他 原来小夕一眼就看出了静吾的心思 他们一见如故 当即就交换联系方式 约定要一起喝酒 小夕走后 静吾对朱莉炫耀 已经和小夕约好喝酒 男友非要喝扎过自己的人喝酒 他拜托男友别去 可他就是不听 非说就是喝的酒而已 语言说你一直说喜欢我 但总是飘忽不定 捉摸不透 小夕与静吾见面 开口就说都怪你 我和朱莉吵架了 静吾一直以为他把朱莉套得死死的 小夕说 一直以来 我都知道说什么话 能让女孩子敞开心扉 但突然被击中核心 还是会回归本性 看着静吾如此友好 小夕坦白 我本来喊你出来 是准备把你的心声问出来 静吾说 小时候我长得可爱 很多人喜欢 长大后性格变得英语有点宅 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朱莉喜欢我 小夕却恰恰相反 她小时候不帅也不可爱 所以收到的礼物都是妈妈送的 她偏偏喜欢上班里最可爱的女生 结果表白悖剧 女孩还立马和班上最帅的男孩好了 于是她就好好上学 大学毕业后进了大公司 开始由女孩主动搭讪了 十年后的初中同学会 她和甩她的女生再次相遇 一下子她又回到了初中的心境 吓得递出去了一张名片 她不小心听到女生们 在聊当年自己告白悲剧的糗事 洪大以后 白月光主动约她吃饭见面 说实话她感到有点厌倦 她很困扰 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她也知道自己很混账 如果理解朱莉 就不应该来这儿 朱莉要来田中家 一起吃章鱼烧 朱莉说 看得出来 她对我是用了些技巧的 她以前都是这样攻略女生的吧 最让她烦恼的是 自己可能说了重话 她本以为 不管自己说什么 小西都会原谅她的 田中对恋爱没有经验 只送了她一句电影里的台词 田中说 主人公是一名 完全失去自信的家庭主妇 但她没有希望别人救她 因为她知道 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朱莉对这部电影起了兴趣 田中说 在我颓废的时候 她精心挑选了些 可能我喜欢看的 能让我振奋的剧 朱莉知道 田中被生也尊重 是因为田中尊重所有人 朱莉主动给小西发消息说 之前有些口不择言 对不起 明天会见 朱莉好奇 她和静无聊了啥 小西说 她最近辞职了 原来静无工作的一直很艰难 以至于她不想对朱莉负责 但每到很累的时候 却总想朱莉安慰她 有一天 她不小心踢翻了垃圾 发现了朱莉血的结婚条件 她去看朱莉跳舞 虽然跳得乱七八糟 但感觉就是很可爱 一下子觉得那些烦恶 都很愚蠢 小西说 你曾说男人们对你屈之若乌 是因为你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朱莉看电影 收获了暖心的话语 她想告诉静无 他十分感激男人的见义勇为 男人鼓起勇气 邀请他以后一起演出 这时 他想起圣诞节有表演 不久 生也又邀请他吃一家土耳其餐厅 田中觉得好棒 喊朱莉一起去 朱莉说 爱子老师不是说了吗 多尝试身边就有的男人 生也虽然有些那个 但他对你的尊敬没得说 你对他有一点恋慕之情吗 恋爱感情 回到家的田中 搜起了约会的定义 她又想起了朱莉的话 约会不一定非得是两个相恋的人群 也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对方 她想想也是 约会还能拓宽视野 但是该穿什么好呢 她翻遍衣橱 只有五排妆 她又搜起了当下流行的妆容 她头痛欲裂 这些她都不会啊 这时 生也发来消息 明晚十点 关内车站前见 约好田中后 生也说不出的高兴 这时 同事约她一起聚餐 她说今晚有约了 她开始陷入沉思 我和田中小姐在一起很开心 也很喜欢她这个人 一路上 她开始幻想和田中约会的场景 心想 和她这样的人过日子也不错 这时 田中发来消息说自己到了 她兴奋地跑了过去 生也心想 我对总是能带给我新的启发的人 只有尊敬 田中小姐 你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女性呢 田中问她怎么了 她说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生也心想 你确定这是打扮 这不是出来嫁人吗 来到餐厅 服务员也被田中吓得 瞪大了双眼 生也有些许尴尬 但田中却浑然不知 虽然喝得很多 但这不妨碍他俩聊天 田中说 等我攒够钱 要去国外学跳舞 生也说 我旅行中遇到很多 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的日常与我实在遥远 所以我一直以稀奇的心态 注视着他们 生也果然不堪一击 还是醉倒了 田中着急地喊他 无奈田中只好拖着生女 打车回家 不料生也非胡搅男缠说 出租车太浪费 要坐电车 生也让那男人站住 说田中小姐花的妆 确实不咋样 但他其实比任何人都好看 生也揪着男人的衣领 非得让他道歉 另一边 朱莉替田中开心 心想 不知道田中小姐约会的怎么样了呢 出租车上 生也因为醉了 说出实话 你今天的妆很难屏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 第二天 生也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 不明所以 他站了起来 突然感到一阵巨愧 于是又摔回了沙发 原来生也的脚韧在受伤了 田中知道后 决定明天过去帮忙 生也很不好意思 朱莉问田中昨天约会怎么样 女人第一次与男性朋友约会 就搞了个大乌龙 回到家 闺蜜问她怎么样 听到男人喝醉了 还摔伤了脚 闺蜜有些惊讶 女人知道 男人肯定是觉得和她在一起丢脸了 她承认 自己不是靠化妆 就能变漂亮的类型 闺蜜连忙拿出自己的化妆品说 交给我吧 我会帮你变身的 因为妆太后会显老 所以她没用粉底 而是薄薄的上了层妆浅乳和散粉 眼角也是用可爱的颜色点缀 关键在于用散粉强调卧蚀 最后叠除了几层果冻唇彩 她转念一想 难道20岁和40岁化妆不一样吗 看着自己的杰作 朱莉顿时感觉无颜面对田中小姐 回到家的朱莉 拼命学习40岁减灵妆 她才意识到原来田中需要重视的 不是亮点妆容 而是底妆 田中去生野家帮忙 毕竟她也帮过自己 她刚想帮忙收拾下这时门铃响了 生野以为是快递 没想到田中一开门 却是一个阿姨 生野急忙介绍 田中小姐是因为我不方便 才来帮忙而已 生妈妈说 不好意思 打扰你工作了 知道真相后 生妈妈很不好意思 她真的没想到 儿子还会有女性朋友 她打开冰箱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没想到田中小姐如此勤劳 因为生妈妈远道而来没吃饭 田中主动做了一道会饭 这一举动 让生妈妈感动得流泪 因为这么多年来 好久没有吃到别人给她做的饭了 她真的很开心 田中说 在这儿的日子 你有什么帮忙的可以找我 你想去哪里 我都可以带你去 吃晚饭时 生妈妈突然问儿子 你们真的没有交往吗 她说 田中小姐人真的很不错 原来妈妈来到这里 是专门来催婚的 她找来朋友女儿的照片 看合不合儿子的眼 生爸爸打来电话 问她的伤怎么样了 生也说快好了 一听说田中 见到了生也的妈妈 朱莉一下子很激动 天中连忙否定大家的想法 并告诉他们 自己还被当成了帮佣呢 不过她和生妈妈相处得很好 还也好一起出去玩呢 朱莉找到了预言有数的上司 她和田中年纪一般大 还问了几个差不多年龄的同事 最终打听到了一些好的底妆产品 小西带朱莉来到她朋友家 朋友是一名化妆品店员 手上有很多用不完的化妆品 她愿意给朱莉用 看到里面有很多 自己需要的化妆品 朱莉十分的高兴 小西的朋友 原来也很自卑 自从学了化妆 发现自己长相也不差 回到家的朱莉 发动朋友们一起来测评 只为找到最适合田中的化妆品 朱莉请求田中在健身妈妈前 给她留点时间 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不能理解 田中之前为什么不化妆呢 田中说 像我这样的人 化了妆 只会让自己难堪 让别人笑话罢了 女人去男性朋友家帮忙 却被伯母当成了帮佣 闺蜜知道后 决定要帮她大变身 田中终于看到了生妈妈 生妈妈很惊讶 这是田中小姐吗 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他们本打算看戏剧 但是当天的票已经卖光了 田中带她去吃点心 让她慢慢考虑想去的地方 她今天一天都会陪她 生妈妈说 自己以前也经常来东京和朋友玩 可是糟老头子很严厉 拒绝的次数多了 朋友们也就不喊她了 田中当即约她去看电影 奈何电影太多 生妈妈高兴得不知道选什么好啊 这时她突然发现 田中小姐不仅化完妆很美丽 她的内心也是超级的美丽啊 生妈妈想起商场里的那条丝巾 生妈妈表示自己从没看过伊朗电影 田中说 因为跳度皮舞的原因 所以我对中东的电影很感兴趣 也经常看 生妈妈说 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呀 虽然每件事都微不足道 但积累下来 就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回到家的生妈妈对儿子说 明天我要去看田中小姐的肚皮舞 生也问 你还要在我这待多久啊 爸爸一个人还在家呢 生妈妈高兴地说 今天我和田中小姐一起看电影的呢 晚上 田中趁着妆还没有卸掉 来到三好先生这里 果然 三好夸她今天看起来真美 终于被喜欢的人夸漂亮了 她心里真的很开心 生妈妈来到餐厅 朋友们都很惊讶 问生也人呢 田中特地选了生妈妈 喜欢的宝蓝色舞台装 生妈妈完全被她的美丽所折服 瞬间化身小迷妹 她完全沉浸在田中美丽的舞姿里 殊不知 此时家里的生也 发现了她的秘密 原来别看生也说话 从来不过脑的 她小时候 可是个羞涩温柔爱哭鬼 家里的老太太猫 在她七岁那年死了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哭 生妈妈有时候想 生也要是以后不幸福 那一定是我的错 田中把醉倒的生妈妈送回了家 生也一听到她喝了酒很生气 原来她可能得了癌症 医院让她到更大的医院看 她本不想看 但想到自己还有很多想做 却没有做的事 于是她坐着车来到了东京 她没有告诉丈夫原因 生妈妈说 如果我有什么事 她一定会在我们遗留之际 念到我死了之后 她的生活怎么办吧 因为她一个人的话 什么也做不成 夜里 生也发现了妈妈写下的死前愿望 歌舞伎座に行く 宝塚は見に行く オシャレなレストランで ディナーを食べる タピオカを飲む 孫の顔を見る 早上醒来 妈妈说第二天 她就回去了 母さん お見合いの話だけど ああ やりたくなかったら やらなくていい 妈妈说 我只是觉得生养你 让我打心底 觉得很幸福 所以 也想让你变得 和我一样幸福而已 あれ 母さん そんな色のスカーフ持ってたっけ 素敵でしょ ショーのコウスケさんですか 明るちゃん 何 明るちゃん 何 小夕说 生也那家伙 今晚要和相亲对象 在酒店大厅见面 白天 她是社恐工作狂 晚上却是个火辣肚皮女王 一个男人 为了她学习悲壮 只为有朝一日 能和她一起表演 她生病了 她去送爱心晚餐 男人瘸了 她去做饭收拾屋子 在众人眼里 他们在一起是早晚的事 谁知道男人 竟然不声不响地去相亲了 只因为妈妈说了句 妈妈得了癌症 还有个愿望就是抱孙子 于是她立马应下了相亲 对方名叫小美 相亲当天刚好碰上了痛经 生也很失体贴 立马安排咖啡厅吃点心 小美很开心 还看了好多生也吃过的美食照片 生也表示 如果能有个一起做美食的妻子 那种感觉真的超棒 小美坦诚地说 其实我不喜欢做饭 因为在家里总给爸爸做饭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便利店随便买些事 这让生也想起了妈妈 妈妈也是这样 一个人的时候就吃茶泡饭 明明可以为自己做饭的 会做饭又理解女人的生意 备受小美的好评 小美说还想再见面 生也也觉得 小美沉稳认真 有内向 真的很适合结婚 生也问小西 你和朱莉怎么样了 生也想象也是 朱莉就是那种 很适合恋爱的女人 小西倒没想过什么适合 这时 小西突然一本正经地问 田中小姐呢 对你来说 是既不适合恋爱 也不适合结婚吗 小西把生也准备以结婚为前提 和小美交往的是告诉大家 毕竟 生也37岁了 小美也30出头了 三好看出了田中的不对劲 把她喊出去转移注意力 或许这样 她才会舒服点 朱莉觉得自己之前 一直鼓动田中和生也约会 她害了田中小姐白白受了伤 小西让朱莉不要太担心了 一边是努力成为舞者的田中 一边是一心想要成家的生意 这也没办法 好在还有三好先生 她最近明显更接近田中小姐了 生也和小美看完电影 问她还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妈妈打来电话 问她进展如何 生也表示 姑娘很温柔 一直笑笑的 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发脾气 是个脚踏实地的好姑娘 生也带姑娘买菜 准备做红十六鸡给她吃 顺便邀请她在妈妈手术那天 和她一起回老家 看着生也如此娴熟的厨艺 姑娘很幸福很感动 没想到还有更了不得的 她竟然还会打背撞鼓 她放背撞鼓的伴奏 她听 生也激动地跳了起来解释 起初学习这个 不是出于什么不良目的 那个我敬佩的一个人在跳度皮舞 她的生活方式和人格 与我完全相反 我很新鲜 吃饭时 生也一直心不在焉 小美说 越接近你 越觉得你很有深度 很有魅力 自由宽容 还能理解女性 谁的事 生也知道 这全都是田中小姐创造的自己 田中知道了小西和朱莉正式交往了 真心的为她感到高兴 因此为了庆祝 请朱莉吃点心 朱莉一听说三好约田中见面 激动地让她一定得好好打扮 田中今天的妆容和平时很不一样 三好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变化 花她好美 田中听了很是满足 三好问她 最近怎么没听到生眼消息 田中觉得肯定是和相亲对象发展得很顺利 三好说 你圣诞节的表演怎么办 田中说 深夜先生最近没空练习 我只好重新练习新的曲子 他从一开始学度皮舞时起 她的梦想就是在三好先生旁跳舞 三好说 我一直觉得你纯粹的像个小女孩 我这样的人不配燃止 可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 在三好先生无限靠定时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生眼的种种 她激动的一下子撞开了三好先生 然后着急忙慌地跑走了 田中脑子里一片混乱 朱莉安慰她 你肯定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谁都会吓到的 三好先生肯定也没生气 田中说 不是这样的 一直以来 因为有三好先生在 即使没有自信 我什么事情都能坚持 她是自卑胆小的大龄圣女 也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舞蹈女王 这天 一直暗恋的人向她表白 就在她俩越来越近时 她就一下子撞开了她 然后逃跑了 原来她已经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说喜欢她 却转头和一个最适合结婚的女人交往 生也认为现在的交往对象 能正好填进她平庸的人生 生也说 田中小姐自由 大胆 坚强 是想去哪里都可以的人 和她在一起 感觉连自己都变得自由了呢 三好说 我刚被田中甩了 逆じゃなくて 三好认为 其实大家都不明白自己的心意 今天讨厌的人 可能明天就特别喜欢了 大家每天都在变化 我认为平庸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艾子老师回国培训他们跳舞 他认为田中没有跳出水平 给他布置了大量的训练任务 艾子老师惊呆了 这跳得也太烂了吧 回家的路上 田中开始迷茫 今后 我该以什么目标继续跳舞呢 朱莉对田中的状态很担心 从那以后 田中无论是体态 还是精神 都变得越来越差 老师也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让他这段时间不要训练了 回家好好休息 正确地认识自己 才是表演的基本功 朱莉说 我有能让你抬头挺胸的办法 这都是你教我的 生也带小美去看望住院的妈妈 趁小美不在 妈妈问她 你是认真对人家姑娘的吗 不愧是因为我给你压力了吧 生也不答 问她 爸爸人呢 原来她爸爸说是散步了 但一直没回来 八成是回家了 一直到妈妈做完手术 爸爸才出现 别人在病院里 生也爸爸问 你对象吗 做好手术的妈妈 身体还很虚弱 但还是颤巍巍的伸手指着抽屉 生也打开一看 竟是写给爸爸的离婚协议书 爸爸激动地抢过来一看 你到底要干嘛 从那天过后 老头子气得够呛 再也没来过 妈妈很兴奋 她就是想要痛快地和她吵一架 这种经历 她从来没有过 她说 这都是田中小姐教我的 把无聊日常变得有趣的魔法 妈妈扒着手指说 最爱的儿子来看我了 手术成功了 和你爸成功吵架了 这都很让人兴奋啊 妈妈说 现在的我 已经不需要你来干什么了 去你想去的地方 做你想做的事吧 朱莉和田中两人 第一次尝试滑冰 不约而同地都摔了一跤 他们俩一起度过了 开心的一天 田中想起自己当初的样子 从不自信到 一点点的抬头挺胸 还变得有点喜欢自己 朱莉说 其实有一天 你无法挺起胸膛 我也会随时随地来到你身边 无论多少次 多少次都好 无论你选择谁 去哪里 过什么样的生活 以前的朱莉 也一直没有自信 不敢直视自己 她认为自己很渺小 没有价值 自从认识了田中 她才意识到 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他两都知道 只有这样 当抬起头时 才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自从上次一把撞开了三好先生 田中就再没找过他 这次他确定好心意 再次来见他 田中说 三好先生你 一直接受着所有人所有事 我也从未有过这样舒适的心安之地 三好先生笑着说 这里随时欢迎你 无论你是艺人 还是与人相约 朱莉向华子打听 她有没有认识的化妆行业的人 她想了解了解化妆 朱莉说 等我工作合同到期 我要尝试冒些风险 田中又回到了自信的样子 还咨询了爱子老师 出国学跳舞的事项 平安夜到了 生也出人意料地赶了过来 小西也有些惊讶 她竟然抛下未婚妻 一个人来到这里 原来 生也已经和小美聊过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朱莉一见到生也 激动地质问她 把和田中小姐的约定 弃之不顾 你还来这里干嘛 这时 生也看到田中小姐走了出来 她小跑了过去 诚恳地向她道歉 朱莉在一旁恳求田中 千万不要原谅这家伙 没想到 田中和三好先生不约而同地说 可今天是平安夜呀 朱莉的表演开始了 小西一如既往地 在台下夸她卡哇伊 生也也如愿和田中 一起登上了舞台共同演出 大家一起开心地跳舞 朱莉说下一年还要和大家在一起 小西带朱莉出去看雪 并认真地向她求婚 不管怎样 还是要谢谢她 生也问三好先生 看到田中小姐没有 我有很多话想和她说 两年后最反对婚姻的小花 竟然第一个结婚了 朱莉作为化妆师助理 亲自给她化妆 小西求婚了无数次 都被朱莉拒绝了 靳吴也来了 她的工作开始步入了正轨 朱莉真心地替她高兴 肚皮舞学校的大家 又聚在一起排练了 可田中的飞机延迟了 朱莉自信地跳着她那别角的舞蹈 这时田中小姐赶到了 并加入了其中 最终朱莉和田中 都没有轻易地涉足婚姻 而是勇敢地各自逐梦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人生不是只有工作和学习 让自己松弛下来 寻找并认识真正的自己 也同样很重要